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及收睇 8月10日的城市再論壇 就是2011年第一集 是沒有城市論壇 之後做的城市論壇 又到休暇的時間 會休息到9月初 好像休息四、五個星期 即是眨下眼又一年 眨下眼又一年 因為我很記得去年我們還在直播室 那時候我們還是二台的節目 即是人網 有時設場 有時候錄音 其實是 我很記得去年 就是這個時候 有一集就是跟馬仔說他唱歌 即是說他聽歌的品味 因為沒有題目 即是再之前都沒有說過這些 沒有這些事 之前沒有城市論壇的話題 對 所以我們就說一些無謂的事 我很記得一年前 我們在人網 一學錄音室的時候 就是做 第一集 大一點的房間 小一點的房間 叫二號 一學錄音室 即不是梳化那間 即是玉 那裡就做第一集沒有城市論壇 又城市再論壇 現在都一年了 很快 當時有一集就說了這個普通話粵語 不是粵語的問題 粵語的問題 很多人已經在問 馬仔是否出差戲 他這個禮拜是出差的 所以今天的風格小小 都是我代了他做的 星期五 因為星期五 我就要跟大舊去澳洲了 就飛了 其實星期五晚才飛 但我沒可能做完才去 所以星期五晚就要變回萬必 下個禮拜 就會是馬仔 因為馬仔回來的時候 我就不在了 你飛多久 他只是一個禮拜 即是星期五回 星期日回 就是剛剛用盡整個 你是跟英文大舊 同大舊 不是香港的 那些人很關注這頂帽 很關注這頂帽 那這頂帽呢 我一來到的時候 都覺得不像你 不像你的風格 不像我的風格 因為不是我自己買的 其實首先要指出一點 就是 基本上我身上的所有衣服 帽子 都沒有東西是我自己買的 是嗎 當然了 我不會自己買衣服 我會自己買衣服 但很少 突然有人把衣服放出來 是嗎 是的 是的 那我的帽子是特別是 我那些帽子是不像的 那你進到一間店鋪 會覺得 感覺不容易嗎 也是的 我一年會買一次衣服 或者兩年買一次衣服 就是什麼事 大時大節 不知道的 即是要事發生了 即是有些事發生了 是的 事發生了 然後又會完全沒有 因為我個人本身是沒有 是沒有這條根的 即是沒有這條根 你怎樣撩 這條根根就撩不出 一人沒有 所以我是不會去買衣服 是的 我是非常享受去看的 是的 主要這頂帽子 沒得再說 星期日 我跟白姐姐吃飯 和Paul 她送給我 皇上也有一頂不是這樣的 是嗎 是嗎 皇上覺得是CAT帽 這隻高帽子 我用來像以前的大帽子 哦 這頂就是白姐姐選出來 哦,就是白姐姐親手選送給你 是啊,其實挺漂亮的 所以醫生就沒有去到,這個飯局,太可惜了 我也有東西得到,得到她的書 結果我老婆就看完 然後她說OK好看 有很多避屎那些東西 那些人說頂帽不行 是不是不搭配我呢? 沒有啊,搭配不搭配這些東西 看不看慣的 我反而覺得這樣看上去 整套東西都很光鮮 很光猛 是啊 好過黑帽整個人好像很沉 咦,為什麼會有人知道 宇揚說要撿撿我的圈子? 真奇怪 我不知道在哪個節目那裡爆發的 哦,OK 什麼潮衣館,是不是? 因為現在沒有城市論壇 變成我們就沒有了一個話題 大家要捱我們四集會亂說話 都不是的 反而去年的時候 剛剛好有些話題去說 其實挺好的 我覺得是 所以這個暑假其實都有很多話題 是啊 只是一個菲傭問題都夠大家爭 但是由於小弟就突然間有新居要職 水鬼星成王 水鬼星成王 完全是水鬼星成王 以及尿法作先鋒 所以就變成很多東西都不太能夠掛 譬如,現在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外傭的爭議 星期五,人民力量會召開大法會黨團的會議和記者招待會 到時大家會清楚知道任命力量的立場 即是如果會議已經出到立場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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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現在也有些預算 其實我們已經有立場了 如果大家一直聽開,譬如我們做節目 一直聽開,譬如動物的路線 什麼節目線? 左翼的節目還是右翼的節目? 但是在人網或 radio的左翼的節目 其實的立場都是很相近的 其實 所以到星期五我們會有正式的公佈 到時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現在我就不多說 不過我覺得 其實很容易猜 其實你看看我們 我猜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你們是什麼立場 其實你們都是側位來的 但我沒有消息那麼靈通 你們都還沒開始正式發放 所以我猜我們會有幾樣核心的東西 我們會高舉一些 譬如一國兩制要堅持,要守護 另外法治的精神要守護 人權這件事我覺得也要守護 對不對? 當然是 大致都大家清楚 譬如有些葉劉那些 衝出來說快些人大釋法 那些真是死得了 那這些是很可惡的說法 很可恥 但是詳細來說 我又不多說 叫我說什麼都有人斬著 所以總之 留待我們星期五 人民力量的黨團記者招待會 召開之後 就會清晰了人民力量 在這件事上的立場 到時大家 剛剛趁我離開 你們就說 我不在這裡 我回應不了 另外一個問題也有說 就是今天 《蘋果日報》 有非常可恥的報道 那你現在可以以人民力量 重新一試 其實我們已經發了聲明 已經向國大報館發了聲明 基本上 關於所謂的銀彈請人追擊社民連 完全是自虎虛有的 而且 大哥 我們真的解釋過無數次了 是否叫自虎 還是自虛烏有 自虛烏有 自虛烏有 所以 我們也發了聲明 去國大報館譴責《蘋果日報》 這個報道 明天會有跟進 沒錯 所以也不去說 因為其實最可惡的地方 其實他是有打給我的 而我在報道已經有說 我完全是否認 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是啊 他寫出來 擺明是惡意造謠的 即是他怎樣都要造謠 所以他傳聞 就是這樣而已 這件事是非常可惡的一件事 所以 所以 我們正式會出聲明 因為這樣的手段 其實很容易入腦 尤其是 當然是 由頭到尾都是戴著有色眼鏡 去看人民的力量 那他就幫自己的腦裡面 是啊 所以不停有傳誰去投一貢 就是傳一下而已 但是這種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說傳了之後 我問過你 你說不是 那我就寫出來 都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有什麼證據 你現在報導出來 就是唯一問過當事人 當事人就完全否認 我已經在電腦裡面 跟記者說清楚 是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為什麼你還要這樣寫出來 就擺明想把邪惡的種子 中入在別人的心裡面 是啊 所以這些是很可惡的做法 我們已經出了正式的聲明 看看明天會不會有報紙報道 我們會再跟進這件事情 其實傳媒人很多都傳你 是一心做記者出來 現在用這樣的手法 這些真是獨屎片 是啊 阿近都說了 跟以前說 長毛出錢請人示威 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在那裡傳而已 傳來傳來傳來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第二責其實 人民力量 對不起 是沒有銀彈的 首先銀是沒有… 因為沒有銀 沒有銀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辦法製造彈出來的 還有如果你化銀彈已經搞得怎樣 是啊 那你別說說 就是民建聯那些這麼多錢 你民主黨 今年都已經可以帶花銀子 來可能懷游一下我們也好 或者是 令到他幫他做勢也好 什麼都好 他都死了 是啊 所以在這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上 我都做了些宣佈 所以這件事都應該很清楚 所以就 星期五等到我們會議 正式的記者會議會 就會說到飛鴻的立場 另外有人說一下 即是你開完這個才飛的 是嗎 開完這個才飛 你們要多些齊齊整整 一起出現才行 當然是 另外有人說八姐姐博 很老實說 其實那頓飯是 Paul和八姐姐請的 這個問題也是我老婆的問題 是啊 所以我很感謝她 而那頓飯局 都很愉快 其實很老實說 因為其實 可能大家 當然政見上 就很明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除此之外 譬如以 以晚飯的交際來講 討論問題 無論是 娛樂圈八卦 正圈八卦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 娛樂性都是高的 其實Paul和八姐姐 都是相當有水平有能力的人 所以都談得很愉快 所以我很感謝她的參法 有機會 有機會 都會回請 Paul和八姐姐 好啊 上次我也錯過了 因為本來也有請 清晰醫生 但她就 因為我一出營 即是她有基督徒營 所以就 沒辦法去到 所以 只剩下我和晚必 王上去 但沒問題 我覺得那個飯局是相當OK的 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請 你是不是越來越多這些交際飯 是 很多日 我不知道那個白姐姐 可不可以叫交際飯 都屬於是一種 老實說 如果不是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她不會無緣無故 我同意 過去這幾天都有 接著 接下來又會有 你可以甚至說 我們去澳洲是整個程 都是交際的旅程 都是 當然 都要多謝各地的網友 和支持者 人民的支持者 都要去大家拜會 不是 跟支持者吃不同 即是開心很多 對 你亦都不會說 那麼多 就好像你一說 跟白姐姐吃 那些人已經說 喂她博什麼 即是那個利益 裡面的心理 其實 老實說 當然我跟她 或者跟阿波 很多事情的看法上 都很大分歧 那 她可能跟阿蕭先生 都有很大的分歧 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分歧 但是 老實說 我覺得 白姐姐 甚至是阿波 都是一個社會上很有地位 是的 就不應該說她來 跟我們請我們吃飯 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有些自視過高 真的完全是自視過高 或者可能大家支持者 對我們的看得很高 我們是流羅 即是她請我們吃飯 我們應該感激 我們後輩 是的 所以呢 大家又不要這麼說 還有家的朋友是開心的 沒錯 而且我覺得 其實也是這樣的 我覺得 譬如 看事情 不單是自己看政治 或者那方面看事情 其實要分得開 你那個人 有時候要把腦子畫開兩邊 你要分得開你自己 跟那個人很不同意 第一 或者情感上 覺得真的很奇怪 很噁心 這件事 還有究竟那個人 本身有沒有一個水平 或者他有沒有地位 或者他有沒有貢獻 或者他有沒有貢獻 他講的話 他講的話 可能你不同意 但也可以是 make sense 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做人好 或者去觀察事情 或者去評價事情 都可以 如果能夠 將腦子一分為二 分開你自己的情緒 甚至在美學上的不滿 例如對白姐姐的衣著 或者他講話 其實他都可以 其實他都可以 有很多人都覺得一般 我見過一些更多 當然是 對美學上的不滿 可以分開對他整體的人 譬如他的成就 或者他的貢獻 或者說話的評價 我覺得應該是 可以說是不失為一個 值得尊重的前輩 其實是的 譬如就算是Paul 那樣 很多事情我都很不同意 但是 譬如他那時候 在一周刊 又不知道 穿一條泳褲 拍一張照片 然後被律師會停牌 去調查 其實我好人 他 我覺得 為何一個專業的身體 可以對一個這樣的 美學 就是一個行為 而這個行為 其實又不影響人 沒錯 你說你是有public indecency 是好像 反而譬如說 什麼空姐和飛機師 很搞的 我反而覺得 你可以明白 但是 他只不過是做一個 比較出位的 好像維新航行 Richard Branson 和他認福這樣的照片 你憑什麼去定斷 我覺得一個律師不應該這樣 他跟他扮傳羅 沒錯 他摸摸出鏡 你說他都未遲 所以我覺得 在這件事上 他抗衡這些 保守勢力 其實我有幾讚賞 是啊 其實這種想法 有點像我 是啊 第二就是 應該反過來 我有點像 是 第二就是 譬如他可以賣廣告之後 搞那些 白內漲 不是 我講 離婚套餐 離婚套餐 其實我覺得 對於各大市民 都有一定的幫助 是的 只不過是把一個專業的收費 去推向一個市場的定價 令大家可以享受到一些專業的服務 其實是對的 透明化 透明化 以及定了一個價距 不會坐地起價 或者什麼 其實這些是德政 是啊 所以在這幾個項目上 其實 阿波 其實我是很讚賞 你私底下之前都試過跟他有些交往 我沒有 我沒有跟他交往 我有朋友 工作沒有跟他交往 都沒有的 我們有個朋友跟他有交往 我們的朋友 對他的評價都很高 是嗎 是完全覺得他是一個很合理的人 他真的只不過是有少少騎離 我都認識 在大家一般來說 有時候前衛就是會邪騎 是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大家不需要對他有太多 但你說 對於他在政治的立場 在愛用事件的立場上 覺得他完全是不妥的 說到錯了 說到錯了 不合適的 儘管批評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既然他合理的 為什麼他在外用 因為我都收到他那張文章 萬必轉答給我看 那我也覺得 是噴飯的 是 那為什麼他合理的 不可以這樣說 他會出噴飯的 不可以這樣說 有很多不同的合理 我覺得是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同意 他整套立場是怎樣的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說法 我可以聽得明白 即是他完全不同意 即不是說那些東西 硬生安砌出來 譬如他 我應該不敢這樣說 即是我不應該 將他在法國裡面 說話說出來 但大致上來說 我覺得他是採處 一個很實務的做法 等於其實 很老實說 甚至他是一個保皇黨的一員 在立法會裡面 但其實他也有不少出格 有時候他也會脫離了 整個保皇黨的陣營 的投票 但整體來說 他是從一個比較實務 無實的方法 即是覺得政治現實上是要這樣 果公出發的 其實這件事上 可能你會覺得 在基礎上 可能他也不贊成 但他會覺得 在現實上 很大問題 對香港影響很大 所以沒辦法 我們都要用這些非常手奪 即已經算盡了 是的 終於這件事 我們都不會同意 所以這個是 我對於Paul的那個看法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不要對於自己美學上的觀感 有太大的看得太重 反而純粹是看他的道理 你覺得他不同 就儘管批評他 不過不是 社會對一個人塑造的形象 有時候那個影響都很大 不是 我分開兩件事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件事分開 不代表我不認清其實形象 對於所有東西 尤其是公眾人物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人又要叫我 收拾好一些室養 要買一些衣服 又減肥 還要留意態度 即不要讓人的感覺太囂張 其實我很囂張 我… 我認識你太久 所以我留言不到 但會有人覺得我們囂張 我明白他們為何會覺得你囂張 那些人覺得你囂張 比較少 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就是 你表現的方式 以及你那個人的實情是怎樣 是兩件事 是 譬如我有一段時間 會覺得你囂張 就是我小時候 每逢考完什麼事 我就要避住你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有 我一定要避住你 因為那一天你會 很囂張 就是有一題 不知為何你覺得自己 算錯了一點 但最終我拿了100分 沒錯 對那些都拿70分 對那些都拿70分的人 就很困難 對那些都拿70分的人 很困難 我不覺得他囂張,最慘的就是,可能我們看他又不同,因為他從來只是給我彈和彼仙的一個物體,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他囂張 還有惡形惡傷和不畏權貴是不是就叫囂張呢? 那我當然不同意這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囂張就變成贊的詞,包詞 那家夫家說囂張是非常好事 你有料囂張得起就可以囂張 有很多人就覺得,可能我要disclose多點personal side 可能就覺得,因為你知你就是很多 我就是事無不可對人,什麼都養出來,方式人家不看 那馬曉尼就被動地養出來 而你就是比較修修問的 所以我都有想過,這幾集可以,譬如你今天在這裡,只有我和你 可以當我少少訪問一下你,或者給一些聽眾打上來,然後問一下你深入的資料 那你不在那時候馬曉尼,我又可以問一下他這一年以來的心路歷程 因為家豪不會找我們 蘇豪說是我的用詞 你覺得我的用詞是事否囂張? 用詞?我又覺得不是 譬如近期出位的那句說話就是 我真金白銀,你什麼什麼,是不是要照顧你弱小心靈? 是不是這樣? 因為那些細節位都要責好 只是因為那句,那句是很重要的,那句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是要照顧你弱小心靈? 還是弱小心靈? 心靈? 對,那句是很重要的 還要照顧你弱小心靈? 對,那句是很重要的 對,那句是很重要的 總之其實都是有弱小心靈的 對,那句是很重要的 如果修補不了就修補不了 沒錯,所以有時候這個問題也很難解決 卡夫家說他覺得他比小弟囂張十倍,也可能是 因為他很不喜歡抑文 他根本聽不入他講什麼 因為抑文很多話說 其實很紮實,很有道理 很清晰 但那些人基本上看到他的態度,惡形惡上 他已經一個字都聽不入 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的朋友 他就是這個人 你可能猜到是誰 所以我們都明白這一點 所以可能我們都會調教一下 因為我始終覺得兩件事 我會將這個訊息帶出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分開 但反過來我們就不可以這樣要求 別人要對我們有這樣的要求 反而就是我們要每一個環節都做得好 希望最重要一點就是 將我們希望帶出來的訊息 可以帶給別人 其實我覺得始終都是實力取勝 譬如你其實有前居可鑑 即是某黨派某些人 走到高位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收拾寧覺 希望各方和他都友好 那他出來的結果也未必好 譬如你覺得 你看葉劉 葉劉到現在 雖然他叫做收了一些氣驗 其實也是超級囂張 那些廟咀的樣子都在那裡 但他又會帶領到他自己的派對 去做某些事情 是慢慢進步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是是 我也覺得是 譬如你剛才講的毓文 對社會來說 這個人夠囂張 但是他也是能夠做到他的政治能量 還存到今時今日的level 其實是超乎常人力那麼高的 另外一些網友 始終我們沒有城市論壇的話題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一點 可能下一節就可以講這些題目 就是說 覺得我有一個很清高的形象 你啊? 是啊 我又不是很覺得 很噁心的 其實 清高和噁不噁心 又沒有關係 但是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 總是聽古典音樂 就會有一些虛假的形象 其實 我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對清高這個字 我又不是很明白 但我又見過不少人是用這個字 是嗎? 其實我覺得比較奇怪 是不是覺得你 什麼叫做不太扯? 不是很扯 我不是很扯 我不是很扯嗎? 不過我是不是很扯 是啊 你不是很扯 你說我們很扯 是啊 你說我們很扯 在我們身上 又不是很apply 但是人道無求貧自高 人道無求貧自高 當然是這個 如果能夠做到 然後福有私書氣自華 是啊 那要講就講到 你看我多囂張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一件事 我也想趁這幾個禮拜 可能比較輕鬆一點 就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譬如 有很多人都很不滿 就是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對馬仔百分的游論 是啊 又踩他 你也知道他有很多支持者 是啊 所以 都要解釋一下 第一就是 你知道他在外面的形狀是囂張 當然要 鄧翻雲 鄧翻雲 要找一個地方 要踩踩他 第二呢 我就一直都踩開他 是啊 而他又受你踩 他是很受我踩的 因為他 十幾歲他已經很受我踩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就是 其實我經常都跟一些人說 你就算當馬祖來 白陽懷處 他有一種很大的優點 就是其實他挺受教的 沒錯 就是知道哪些人 對他的教育 對他有幫助 又或者是出於善意 他又很知道 然後這些人 罵到他什麼 他都沒有 當然是學不學乖一件事 但他不會心裡生氣 我覺得是的 第二就是 一個節目始終要有上下把 會比較好聽一點 現在我們這樣 太平衡太朋友 反而沒有那麼好聽 是不是 那些火花門 那被人罵的是上把還是下把 下把 就是下把 那你這樣說 那你這樣說 又會有他們的資源 撒出來 李劉翁啊 連馬草泥一半的資源都沒有 你給什麼資格調查他 證明有人很介意 哈哈哈哈 其實我一點都不介意 我覺得很好笑 是的 所以 但是想說 一向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一向都這樣跟他說話 其實他頗為受教 是的 而且我其實也是很刻意 做一個比較有趣味的 是的 你要這樣才行 如果不是你不加入一些脆味 或者主持人中間的dynamics 有些東西可以給予大家 那有時候 很老實說 我們那些政論節目 不是最強的那些政論節目 是的 在道理之外 要加班修飾一下 又有少許故事 又有少許火花 這樣才能夠繼續做到這個節目 沒錯 所以呢 大家要多多巴掌 又不用那麼介意 不用那麼介意 因為馬仔真的不會擺心 他自己也不介意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介意 蕭先生之所以這麼喜歡他 其實我們明眼人都知道 根本是蕭先生很偏心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這樣 是的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這麼介意 蕭先生也很厲害 所以都可以的 擺一擺形象 可能將他的爆炸性 慢慢地 要收好一點 收好一點 反而會令大家 將來會有更大一番作為 這節差不多 下次繼續成節再論壇 HELLO 回來第二節的城市再論壇 音樂堂時間 今天就是次數音樂 剛才 這不算太相似 我又覺得 OK 可以解釋一些奇怪音樂 對 這個是我的堅持 是的 這個囂張 我是不會放下的 就是這樣 HERRY 說得對 普羅哥菲夫 我沒有說過我不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的 我不喜歡是查爾夫斯基 一般來說 我其實不太喜歡俄國做國家 特別是查爾夫斯基 拉克曼尼諾夫 以及早期那幾個五大 但是在二十世紀 有兩個俄國做國家 我是特別喜歡的 普羅哥菲夫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蕭斯塔哥為奇 我覺得俄國做家裡 是經歷了 他們學西方 學到差不多 終於 提煉到 兩個比較好的精英出來 可以跟德國 奧地利 歐洲本土的音樂家 可以一缺長短的兩個俄曲家 剛才播了一首 當然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二十世紀的俄曲家 一般來說 音樂都很古怪的 沒有吊 不知道怎樣 但這是他的第一 剛才播了一首 就是普羅哥菲夫的第一交響曲 即是古典交響曲的第二個樂章 本來應該先播了第一個樂章 但剛才我交代給阿楓 有一點交代錯了 所以就播了第二首 所以稍後會播第一個樂章 這首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為什麼叫古典交響曲呢 就是普羅哥菲夫 比較年輕的時候 一直在作曲 一直在作曲 要休息一休息 反而想用回 譬如莫薩特、凱頓 大約二百年前的曲式 去作一些交響曲 那出來的味道是如何呢 所以有一首聽上去 就會比較容易傳率 容易聽 比較容易接受的 一首叫古典交響曲 為什麼叫古典交響曲的意思 但即使是這樣 它是用了海盾和莫薩特特 那時候的交響曲 比較短一點 傳率比較優美 樂器比較簡單 也好 如果你真的聽真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考驗 如果你聽古典音樂 聽得比較熟 聽得多 知道不同的派別 不同的時代 你一聽就聽得出那首 不是一個古典時期的交響曲 因為譬如在樂隊的配樂器上 這個管樂和木管樂的用 是用得比較多 第一就是一定是浪漫時期 以後才發生的事情 在以前主要都是用弦樂器為主 第二就是它在中間的樂曲裡面 變調比較激烈 以一般來講的 真真正正的古典交響曲 一般來講就是 中段變了一次調 然後回去主調就完結了 但是普洛威夫那首 就算剛才那首文漫樂章 也會有比較激烈的轉調 第三就是 剛才醫生所講的 就是它無緣無故紅一聲 這些手法 是要去到很後期的 現代音樂才會用的 這種刺激人的手法 給不同的戲劇效果 即是很激烈的 對,戲劇的效果 是要去到後期才有 所以這幾樣東西都是一個特別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透過這首曲 比較容易接受的 這首曲 帶給大家多聽聽普洛威夫的音樂 因為是相當出色的 而且它在旋律、創新、結構上 我覺得是平衡得最好的 我想問 譬如這些二十世紀的俄國作曲家 有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 很嚴重 普洛威夫為何在現在的聲明仍然沒有這麼大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其實 他比較多變一些 作曲變化多 所以沒有什麼最出名的名曲 當然其實也很多 第二就是他留在蘇聯 所以在西方的評價 那時候太受政治影響 就會對這些留在蘇聯的人 的作曲家 評價都是略低的 哦 那他的作品呢 他的作品沒有出 但是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他會不會 他留在蘇聯 於是要作紅歌 不是 他沒有作過紅歌 因為那時候他會不會作的 因為是一些很嚴肅的作曲家 另外一個 剛才我所說的 蘇珠泰哥的危機 也是有這個問題 他留在蘇聯 但是他就作了一些 音樂的好處就是他比較抽象 很難抽象 那這兩個作曲家 那時候實在是 因為政治的原因 就會被西方的評論 要是 ignore 或者因為政治的原因 就不理他 但是去到近期 即所謂冷戰完了之後 他們的明星 是升得很快 因為他們將 開始如果那個偏見沒有了之後 這兩位作曲家的實力 是相當相當之高 所以都是有很多故事 其實是這兩位作曲家 所以如果有機會 有些比較長的時間 有些節目是講古典音樂 那些可以講一下 但是這個問題是找得好的 當然 這些就是囂張 所以就是這樣 是不是乃斯泰林 很難說的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講到這裏這麼多 不是很多人又會走出來悶 又不是清高和囂張 不過說回一些 我一講過我上個星期 就是希望在休頭暑的時候 說一些比較廣泛一點 我不知道是否叫高層 即是宏觀一點的問題 對的議題 譬如我都想講一件事 實際的議題 我都說了人民力量主席 現在什麼都不能說 就是慘 但是比較闊一點 譬如說一些左右的問題 也有 譬如在皇上的節目 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譬如人民力量是左還是右 所以我不會討論人民力量是左還是右 因為都是講過 因為我主席一講出來 又會有很多人講 但是我想比較抽空 譬如說一下 所謂左右的問題 因為 我覺得這樣 譬如現在參加了三方社運 又有上網上得多 即是我們都說了毫無限多次 上網就是會令到放大了 一向你的意見 本來是不能夠帶出去 都可能會帶出去 這樣就會讓我看到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 譬如說那些左右的問題 都很亂 我覺得是的 當然其實很複雜 也不是一概而論 你怎麼理解 我覺得有幾個層面 一般來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都有分兩種 包括人身自由的左和右 以及在經濟立場的左和右 怎麼叫人身自由 即是政治 可以這樣說 譬如不是人身自由 或者是一些社會議題 譬如你知不支持同性戀平權 你會不會支持 譬如在一定程度上 或者是遠性的毒品 可以有合法化 譬如你對於人身自由的堅持 這些是一些 譬如社會的財富分配 沒有太大關係的議題 一般來說 很亂的 譬如在美國來說 這些是叫做左 即是就是支持 支持可以墮胎 同性戀 可以結婚 這些就是左 例如是liberal 但譬如這些問題 去到歐洲來說 已經沒有左右的問題 沒有分分分分分 歐洲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些問題 基本上全部都已經被接受了 是的 接受了就不再叫做左 如果在英國的情況,一般來說,現在的三大黨,所謂的左右的光譜,保守當然被視為左, 公黨被視為右,公黨視為右,公黨視為左,其實自由民主黨,即Liberal Democrats,現在所謂中間偏左,是在兩個黨的中間 其實人民力量是不是有點想像這樣? 這個我也不回答,我也沒辦法幫人民力量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廣闊 我換個問,你覺得他們的定位好不好? 誰的定位? 人民力量的定位?人民力量當然好 你講Liberal Democrats? Liberal Democrats,可以順便講一下自己的看法,都很粗淺,希望大家可以有些評價 他們能夠入主島政府,組成聯合政府,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反伊拉克戰爭 因為在三大黨裡面,他們是最小的一個,也因為低值單票制的原因令他們取得的議席比較少 但是由於新工黨,貝利亞就全面跟布殊靠攏,不知道是甚麼工黨 但是保守黨一向都比較好戰 所以他們都比較親共和黨的,在美國那邊,在保守黨的立場 所以在伊拉克戰爭,保守黨和工黨都站在一起贊成打伊拉克戰爭 而唯一只有自由民主黨,是反對的 但是因為最終出現了伊拉克戰爭,最大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所謂大殺雙人武器是沒有了 對於歐洲人來說,由於他們始終沒有比起美國,就沒有一個所謂這麼大的危機感 有甚麼被人攻擊 歐洲人對這些打仗很忌諱 亦都對這些所謂的人生自由,看得很重 所以就變成,反而很大的民意,就支持了這個自由民主黨 是完全是因為在伊拉克戰爭,他站在另一邊的立場 其實是一個類似的考試技巧而已 如果他在社會的議題,政治立場那些呢? 就是想說,他就是靠這件事吃了一壺 但是他在政治立場,自由民主黨是被譽為是一個很無聊的黨來的 是沒有政策的,因為他比較小 總之保守黨說甚麼呢? 保守黨說要這件事收10%稅,那件事收15%稅 新鳳稅的頂稅是35% 自由民主黨就是加1% 是被鄙視,他們真的這樣做的 是很鄙視的,總之我多了1%這樣,那我就阻礙你了 一般來說是這樣 所以很笨拙 很笨拙的,所以一向被人嘗試 不是英俊大了,他以前那些很不英俊 很笨拙的 但是因為他在伊拉克那裡吃了糊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在英國有一個很特別的討論問題 就是關於身份證的問題 香港人就很習慣有身份證 但是在英國在工黨的時候 前幾年就討論過是否要有國民身份證 反應很大的,超級大反感 是的,他覺得身份證 簡直是判斷了你的人身自由 又覺得這樣會有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可能是一本書 他們對這些危機這麼有 很民間,很大的 那你會覺得 那你那個National Registrar 誰先保持住 那你便拿著我的私人 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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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唯一最主要 是得自由民主黨是反對的 即是他們很強調這個人身自由 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也都是 即是社會普遍就反對 但是政黨裡面就反而只有他們 這是公黨政府的提出 當然那時候的公黨是新公黨 保守黨,當然保守黨 不斷以他保守的立場 都是贊成的 一管治大賽 他那個贊成又有條件贊成 因為總之他是不是都反了 反對黨的學識 所以也都是自由民主黨 在這件事上勝出了 但是問題是 即是這樣 他在自由民主黨 就是走一些 譬如剛才說的社會議題 不關曹庫分配的議題 走得最前 即是前衛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還是有 總之其實是很幼的 如果你說自由主義 我全部是以自由 走先 強調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選擇 但是就不是在經濟議題上 社會議題上 這件事就很配合到整個歐洲的氣氛 變成在那裡他們贏了不少的票數 所以得出來的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看回經濟議題 他就是站在兩邊的中間 反而經濟議題其實他們沒有什麼立場 他只不過是站在中間 希望得到更多的票數 所以在這個上告上 即使是在一個比較成熟的政治裏面 其實所謂的 我想說明的一點 就是所謂的那個左右 那個dynamics是很強的 不是說是一個很 一個很定格的東西 而且在每個議題上 你都可以有不同的考慮 你的priority放高放低 在這件事上 我將個人自由強調多一些 不代表我在第二件事上 一定是繼續走右的 一定是說個人私產的 是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是很奇怪的 因為譬如很多人在廢話 說我們究竟你們阻力右的人 在之前譬如在北戰 或者他們的文章裡面 都會看到他們很喜歡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看事物 就是非黑即白 或者叫一刀切 或者叫二元對立 但是去到 即所謂你究竟是左人 還是右人 他們又很一刀切 很黑白分明 很二元對立 就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 譬如我們那些網上 郵文來講 網上郵魂那些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分的 但是我覺得有些會分的人 都是太喜歡 太喜歡 有一個所謂的 標籤 標籤上去 那我覺得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但是要準確一點 和肯定一點 就是我覺得 你要搞清楚 要怎麼回答你 譬如 好了 我不是幫人民的論答 我幫香港任何一個政黨 就是 譬如香港的情況 首先香港沒有一個政黨 除了世民連 就是 無論之前好之後都好 除了世民連之外 基本上沒有一個政黨 有所謂一個很清晰的 所謂左右立場 所謂政治正式 沒有的其實 民主黨是什麼 不知道 公民黨是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 公民黨我們就希望 它是右 中間偏右少少 怎知它是中間偏左少 甚至新民黨是什麼 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求 所謂香港的政黨 法民好 保皇好 有一個這樣的論述 是不是一個公平的要求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這個問題的問 本身是為了自己問 我想你是怎樣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我最心目中的 你不是的 我就過主了 你過主都不要緊 你不要在那裡吵吵 你不要在那裡煩主 就是一個這樣的說法 你要回答 那 回答不到 又回答中 原來香港所有政黨都沒有 沒有人可以回答你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 有些是所謂深層的 覺得你是應該 應該 它是客觀的 不是我自己的知言 你覺得你是應該有這樣的定位 這樣 好了 這一個問題 好像很considerate 好像幫你想實 不是的 應該要有政治論述 清楚 那你才能夠站到位 這樣才可以最大支持 但是不是這樣 你對於香港的現實 那個文情的了解 又是否正確 譬如 很多人 之前很多人 未婚禮之前 社民聯很多人支持 特別是聽這個台 或者聽人網 很多人支持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投社民聯票 是啊 我這麼久也是投社民聯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被人攻擊 我是攻擊油 我這些是資本家的走狗 那為什麼我會支持社民聯呢 大家要明白 就算在支持 聽香港人網裡面 聽旭敏好 聽蕭生好 很多人 對於在經濟上那個 左右 其實是比較淡薄一點 反而是對於你要爭取公義 特別在香港這個 context 爭取公義 如何反對政府 如何可以有道理 反對政府 激烈地反對政府 或者很有趣地反對政府 更加看得重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 以香港人網 或者 radio 的聽眾 或者支持者 其實 它是很闊的 光譜很闊 有些人可以很幼 有些人可以很幼 有些人可以很狀 好了 回頭了 如果有人經常說 人民力量 現在的人民力量 和 radio 和香港人網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那我就告訴你 原來他的聽眾 有很多是支持人民力量的 我就告訴你 在香港聽眾裡面 其實那個層是很闊的 如果那個層是很闊 純粹為了人民力量 或者其他政黨 這個不是幫人民力量 正在回答 而是一個很整體的說法 就是 當他的支持者的base 原來其實就是沒有分 所謂是左右不左右的 起碼是在這個 context裡面 那 那個政黨 或者政團 有沒有需要 去硬分 或者硬要回答你這個問題呢 或者特地要將自己定性 為某一個很精準的左右光譜 的點 未必需要 是啊 其實香港 整個政黨的文化 整個文化 都根本還是很初期的階段 你根本都不可以 這麼快去砌組一個定位 對整件事沒有好處 所以我其實經常不停在想 其實什麼人去支持人民力量好呢 我就覺得 就是希望是 一些make sense的人 期望一些make sense的人 去做 做到一些make sense的事情 已經可以支持人民力量了 嗯嗯 那他覺得你不make sense 那OK 那就fine 那就不是同路人了 因為我發覺 尤其是在近一段時間 那個 跟所有人的交往 就是 適合的人 就是適合的 是適合的 說一大堆東西 繞一大堆圈 原來都是不合理的 就是這件事 給我的感覺很強烈的 家夫家就很贊成 你會說 現在剩下的人 真的完全不make sense 是啊 又或者他是make sense 但他做不到make sense的事情 譬如好像供X黨 是的 他整群人 你都其實溝通到的 make sense 是不是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 那個動員力 那Margaret也很make sense 你當我又囂張 那我又覺得 他們那個機動性 那個動員力 不過又這樣說 公民黨就不是以動員見稱 這件事我都要為他講 他是以得到票數見證 雖然他在立法會 都不是特別表現得特別好 就是了 他是可以得到社會很多票 但是就是用回那一種 就是單純的議會抗爭 我當他都是抗爭 就做不到make sense的事情 還有那個票 都是很鬆的 很lose 隨時可能你支持一個環評 這個廣珠澳大票 就馬上會掉 脫了出去的 甚至現在譬如菲傭 你高舉法治的 可能又失去一大堆酒 所以就是了 所以一些make sense的人 期望一些make sense的人 可以上台 然後做得出一些make sense的事情 來支持人民力量 就最適合了 這是人民力量的执位的說法 是 大家可以聽聽 执位的肩膊上的擔子輕鬆很多 是的 我是想把這個概念帶出來 因為現在都是吹水抹嘴時間 是的 雖然我覺得挺重要的 其實 你不是隨便走過來 你是左還是右 是的 第一 我是不是要回答你 是的 第二 我是不是回答你 是嗎 第三 第三 就是我回答你什麼呢 是啊 我回答你 我想你從哪個角度去回答 很難 很難定義到的 問的人 未必是問得很清楚的 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問什麼 是的 所以 這個是 我想表達一個很general的 一個這樣的看法 而在香港的內容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覺得 要堅持公義 或者反對獨裁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核心 是的 其實很簡單 反對獨裁是一個核心 而香港 無論是政治的獨裁 還是理念上的獨裁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考慮 所以 這個也希望我們可以帶出 給其他聽眾 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以 其實我很坦白說 不怕 即是我囂張 不知道為什麼 一說囂張 就是每次你想說一些 批評人的事情 就要先說囂張 用來減釘那個 減輕那個 是 不是 他要頓章取疑你 他說知道你 有多少個什麼 其實周圍問人 你阻擋又說那些 其實有不少人 我不是所有人 顯露自己 好像對政治很有認識 顯露自己 應該要是這樣的 很有insight 其實很無謂的 我覺得很老實說 所以有時候 也不一定是需要回覆 去回答 即是做自己的事 我經常都覺得是這樣的 做得好的 應該會有多人支持 我也不是覺得 一定是多人 反過來 我覺得做得好的 在中長線來說 是會有多人支持的 但不是說 多人支持的事 或者多人反對的事 我們就不會做的 要搞清楚這些事 對 對 例如最近的外容問題 我們不說 立場 星期五會開的 日子代會 但在網上討論 都很激烈 我覺得 我覺得 真是 我 很希望 這一句 我是網台精 大家都知道 我是非常佩服蕭生 受他影響很大 影星蟲 之類 有一個項目 我真的聽到 我覺得是很佩服的 可能不是來自他 亦是自己想的 就是 中國人 在 general 對一些抽象理念 是不能堅持 是掌握不了 還是不能堅持? 兩件事 第一,他不想去掌握 第二,他不會堅持抽象的公義 人權、自由 一些比較抽象 不是實際 例如我是 煙燙燙的 會有一口飯吃 那些東西 比起上來 或者不是一些很直接的 所謂的教育 例如 要對父母好 不准放火偷東西 這些他們會堅持 但是一些抽象的公義 華人好 香港人好 都是不得堅定 或者是一個利他主義 不夠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察是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 如果大家有聽我們做節目 或者聽整個人網 很多主持人的節目 在這件事上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支持我們所說的 其實一定不會 但是在這個方向 能夠想清楚究竟 怎樣為之 對一些抽象的理念 尤其是公義的問題 拿得比較重 因為這個 很老實說 真的是現代社會 現代文明社會 不是說西方 或者東方 雖然現代文明社會 是由西方的價值去定義的 現代文明社會 是一個最關鍵的核心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起碼要求自己 接受到這種方法的話 你仍然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 這是我也很想說的 第二節時間差不多 先聽聽歌 回來第三節聽電話 二百九二七八四一 第二節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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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馬出來 有沒有跌人 跌了一百多二百 就會少一點 果然 對,會跌一點 所以我覺得很差 所以他在那裡鬆無鬆憶 看看下星期有多少人 第一節聽電話 先說音樂 播放普羅哥菲夫的第一樂章 古典交響曲的第一樂章 因為剛才是調轉了 我弄錯了 你會聽到的話 聽到其實旋律都相當容易聽 亦是一個很短小的作品 第一個樂章來講 如果是二十世紀的交響曲 限限地去到十九二十分鐘 飄來飄去不知道飄去哪裡 是的 但這個就很緊扣到 所謂的一個主題 基本上就是 如果以古典時期的交響曲 一般來說 就是它有一個主題 一個旋律群 一個旋律群大概是五十秒至分半小時左右 然後基本上是不停地變奏 不停地改動它的組合 然後再變調 然後就回去主題 然後就光輝地結束 一般是一個所謂的sonata form 是會這樣做的 當然現代作品很少是這樣 所以就要用這個比較簡單的form去做 但是你也說過了 剛才我第一次也說過 就是你會聽到 如果你聽得熟 或者聽得多一點 就會感覺到它有些很不同 包括它這個 木管和銅管的用法 用得比較多 用得比較重要性 第二就是變調的頻密度就高很多 即使在這麼短的作品裏面 試一下欣賞一下 介紹一下二十世紀的俄國造曲家 保羅哥匪庫 它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我自己除了喜歡這首曲之外 它的第五交響曲 它的第二小提琴協奏曲 非常精彩 一定要聽凱菲之的版本 它的第三角的協奏曲 一定要聽這個 Matha Argerage的版本 還有我自己曾經參與 和香港管業樂團的表演 即是我做三個CHOIR 唱過一首就是 她的一首 不知道是不是電影配樂 還是劇配樂 叫Alexander Nevsky 的一個合唱曲 都相當精彩 可以介紹大家 可以聽聽這件事 電話 二八九二七八四一 我們今天由卡夫卡 是嗎 是 卡夫卡 你好 你好 我這麼多年來 聽這麼久的節目 都是第一次打電話來的 真的嗎 你有沒有打過給他動文 那些節目 沒有打過 在checkroom看你多 通常都不是很方便 今天就比較方便 有閒一點 你是在香港的是不是 不是的 是在外國的 是 怎樣 今天為什麼要這麼好 很興致要打來跟我們談 第一件事就是想說 非常支持你們 謝謝 第二件事 亦都是說 港佐與遊這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很少 我就想整天 我叫一個例子 例如你負入息稅 一個人每月是派二萬元的 是 那究竟他是阻定的 是啊 我經常都覺得 這是很好的example 沒錯 那種殊途同歸 究竟是有這個問題 是的 那些人就覺得純粹負入息稅 他就已經覺得你有了 是啊 但是其實只要那個 稅而已 只要那樣東西 只要那樣東西 只要那樣東西是 達缺退保 不是 因為它是一個 continuous spectrum 來的 如果分配給窮人的數目 是夠高的話 他就已經是左了 其實你是否想說這一點 其實 那些人根本分不清 什麼叫mechanism 和manitual 你的manitual 你可以很高 但是那個mechanism 本身你都可以 很有 所謂的 自由 經濟主義 是的 那這兩樣東西 很多時候 我只不過舉 其中一個例子 OK 我只想 我只想說 很多人根本 對於左和右的分別 他們未必可以分清楚 不同層次 嗯 那個界定 他分不到不同層次 是 有時候你的manitual 和mechanism 這兩樣東西 未必是掛鉤的 同意 所以 所以那些人完全 我覺得基本上很多時候 是亂說 就是亂說 是的 最壞的是他標籤完 你之後 他視你為敵人那一刻 才最煩 而且他從來 尖尖自喜 我會覺得 我認識分你是誰 你還不是壞人 是的 我左翼 左翼現在清高位 還不是我現在清高 我覺得那些人 真是浪費 老實說 是浪費 睡覺 你剛才想說 分不出那個mechanism 和那個magnitude 那個分別 都已經是一個很深的概念 其實 我挺喜歡這兩個 term 我以後都會學一下 用這兩個 term 很清晰的 我一聽我當然明白 只是這兩個 他們都已經聽不明白 對嗎 你看看多囂張 我就是很囂張 我就是很囂張 那一個問題 那一個問題 我就是覺得 現在香港的所謂這些 左翼政黨 右翼政黨 本身的質素 就是非常之低 是 論述能力又很欠奉 對於社會 就是社會科學的知識 的根底 也都非常之欠缺 嗯 那你搞什麼政黨 就是你這幫人 根本是幼稚園級數 拜託他們睡覺 你們這些人 還很不好意思說別人 你們這些人 真是 自己掛蠟鴨 回家裡 搞這麼多東西 哈哈哈哈 哇 這些就是囂張 他聲音是一個很斯文 但叫他們回去掛蠟鴨 整個圖片很搞笑 哈哈哈哈 我覺得香港的政黨 老實說 香港人普遍是apolitical 就是很不關心政治 變成很多 其實他對所有大的議題 即社會問題 社會學的根底知識是沒有的 他是一個搞運動的能手 他所謂組織得到一些東西出來 組織下組織下搞地區議題 慢慢爬升 他就成為了一個政客 政治人 但實際上 如果是一個現代文明 即使去到香港 雖然政治很有自大 但是一個國際都市來講 如果以這樣的質素的人 去在議會裡面把持 其實是很不行的 其實香港我也承認是很差勁 所以希望可以有些新的氣象出現 是不是 哈佛家你也希望我們有些新的氣象 當然 沒有什麼 多少人會有很多 有希望 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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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那邊什麼時間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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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裏的 哈佛 是 我們星期六會踩 我們星期六會有人踩 這個可遜人牆 是嗎 是嗎 他星期六就去到多倫多了 你是很大言不談的 在這裡做一些廣告的 好 做一做 請做 做完 禮拜六 一點鐘 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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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明白 那我對於他的答案 就是 他好像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不過呢 到時候我相信都會有人問的 OK 那也可能是 有關的主辦單位都會去問這個問題 我就會這樣回答他們 就是 現在你不需要理會我 是不是有人指示 OK 這個問題不合理 你回答我的問題就可以了 我對你有質疑 我對你現在何俊仁李卓人有質疑 OK 你回答我的問題就可以了 誰的指示是沒有關係 是呀 是呀 就是這樣 即是他真的問你有沒有人指示 報紙 他沒有 他沒有 但他問你們會不會去搞 他就會害怕我們 就會好像有些紐約那樣 令到一些尷尬的場面 神經病 尷尬到怕做什麼政治論壇 就是呀 哪有什麼時候輪到他怕尷尬 不是呀 一個這麼大檔主席 不過我想問他是一個公開的場合嗎 還是一個 例如密室裡面 一個房間這樣 不是呀 他會在一個 這個 在一個 在一個伴侶那裡 OK 讓人看著的 可以大一點 激進一點 罵一下也好 來遠一點也行 不過很老實講 在微加 這些所謂的抗議 真的很少疑科 當然 很普通 尤其是 你說自己是政治人物 如果被人打雞蛋 是啊 我最討厭他 經常學劉慧卿那些口吻 就是說 現在你們就是 只是有你講 沒有我講 整個論壇已經講完了 還說你沒有講 還有 現在我們指著你的鼻 你說你在議會投票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你有死 我們沒有死 這個當然是會質疑他 麻煩那些人不要質疑我們的動機 或者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我們只問你問題 你回答我們 你們在Toronto答不答嗎 我不知道 即使我不敢說 OK 所以 所以 都希望 聽到的人 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一起來 我們等看片 是嗎 如果你們要投共鳥的Poster 可以找宇洋 他會傳給你的 做為主使 OK 好 多謝卡夫卡 你們還有話說 沒有了 沒有了 謝謝 有機會再打你 好 有機會再跟你說 哇 即是 馮不生輝 這個是我們很久很久以前的版主 他在人民台的時候 已經經常會ICQ 和蕭生溝通 問問題 很久的一個 資深的 資深網台精 網台精都分資深和不資深 我只是普通網台精 你也很資深 他是資深網台精 他的資深是在於他 有很積極的參與 我這些就是背後網台精 只是聽 只是聽 那些頭羅網台精 老實說 我看到美東 美東這樣對付何俊仁 很開心 天涯都是有一些 共同心思的人 其實這件事是很開心的事 我同意 有人跟我說 有網友 M6Player 就說 劉主席要提防澳洲之行 有人用相同方式搞你 其實我歡迎 如果那個人是會用這個方式搞你 那個人一早已經是人民力量的 我歡迎 我完全不介意 那我就跟他辯論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事 你能說出什麼 你如果不當場跟他辯論 反而要走去那間房間 有人抹著 又說這個論壇已經完結了 那是很惡劣的 這是一件事 老實說 阿近就說 Cameron下區被人罵到PK 今天倫敦市長Bros Johnson 一樣是下區 因為就是 他們大市 當然大市 因為他的市法搞到現在亂 簡直是當場被人 你什麼時候下台 罵到 簡直是圍到 簡直是失控 也是這樣 不是 其實我們經常都 例如你說劉手衝擊 其實等什麼呢 希望曾蔭權大家光臨 讓我們指著他 問他什麼時候下台 我覺得最卑賤的地方 就是他指示 是一種很鄙視人 和很看不起人 就是覺得罵你那天 其實是沒有自己的思想 只是有人指示而已 那說這些的人 第一 他已經很看不起人 很惡劣 第二 其實你會聽得出 這些人他本身 他對於他 支持他的群眾 都是看法 都是一樣 他都是煽動他 指示他 這些人是多麼可恥 還在爭取民主 你吃屎吧 還有你兩方辯論 你不是說立場 理由 究竟充不充分 你是在質疑別人 背後動機 其實這些政治抹黑 其實是超低手段 跟《蘋果》的報道 一樣 你看小人 罵你的人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嗎 你要相信民主 你要相信每一個 尤其成年人 有權投票的人 最起碼是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不能夠質疑他的動機 老實說 這一群 宜德文那群人 都是因為 六四前後 九七前後 於是深淡 而自己心裡 覺得民主 對自己來說太重要 決定留在那裡 這些大不罰人 這些人 我嫌他 不夠激烈 他應該再演得更厲害 腰架其實 應該一巴二巴 載他 老實說 起碼是扔蛋糕 雞蛋 他都逃出來了 喂 離遠的牌 叫什麼 其實說真的 你投共鳥 這些所謂的器藥 真的已經給了面子 還有人特地畫過這麼漂亮的東西 送給你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感激一下 對不對 你那時候記得 駱書 新尼加這些 保守共和黨友 那時候出街 被人扔蛋糕 第一句就說 多謝你的蛋糕 多謝你的雞蛋 是要這樣的 是啊 政治人物現在的standard 已經是提到很高的 不是你的何俊仁 這樣的level 可以做的 可惡到極 你面對一些反對你的人 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到時讓你上台 那些反對你的人 所遭遇的事情 我相信和梁振英上台 是差不多的 可惡到極 你要明白你自己 尤其是立福會員 那一票是影響到很多人的 你再不是 連我自己 我這些流落人物 雖然是一個人民力量的主席 很多支持者的主席 都要小心行事 一定要讓很多 在所謂的公平對待上 要退很多步 就是他來扔你雞蛋 你只可以仇 你不可以做太多事情 原因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 你手球拿著很大的權力 你拿著很大的權力 我沒有權力 我不是曾蔭權 不是 這個混蛋過了政改方案 是啊 對於整體香港的事務 是影響了很深 是啊 現在我就是質疑你這件事 你是不是應該要扔掉雞蛋 雞蛋也算了 有點暴力 罵你也不行 是啊 是啊 我截斷你說話 你馬上把臉躲進房間裡 這些人 真的要一把二把車 而且你也遇到人罵 譬如中國人的政治家 很多人都不懂得用 所謂幽默的態度去面對 你整班人想一下 量度一下 一見到這些 就彈一句話出來 很搞笑的 就可以撒走他們 當然他想不想得出 是一個問題 但他應該要這樣想 還有那隻 譬如我超級討厭 這個善重街 越整越討厭 真的很搞怪 到現在 見親傳媒 就說人民力量 是民建聯B隊 他只是會說這句話 大家出來抽一隻 都是講實力 你說回你的論述 你還是要用這些抹黑方式 令到人投票給你 你說你自己作為一黨的副主席 又或者未來超級功能組別區議員 區議會功能組別的議員 可能potential在勇十幾二十萬票 那你都是這樣的空襟 這樣的論述 麻煩你自己回去照沒有盆水 就阿督尿照鏡 是 好 我們又有電話了 阿明基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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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今天有很多追擊隊 你是不是在那些片段有出鏡 你明白嗎 其實 昨天 其實那天 我就先禮 就跟他握手 我裝了和平理性 就只是拍片 就留下其他手續 其他美東網友 才 才 發難 招呼他 不過 我就有些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這樣也不明白 喂 你何俊仁 你李卓人 你麥凱華三見 你香港過來的 為什麽在會 在會 頭那個演講的部分 只是講普通話 但是 就不講廣東話 真是當香港人武道 真的 這樣 可能就是這樣 爛氣了很多 很多香港來的網友 明白 而在場 與會的人 多不多普通話人 其實我覺得 只有很少數是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過來沒多久 因為本身 在紐約那些人 多數都是用廣東話 其次才是普通話 平英語 但是其實複雜話 都講得多 因為有些其他 都不少複雜人過來 但是很老實說 如果你看到何俊仁 李卓人 你會聽他的 當然本身都是講廣東話的人 真的嗎 我講複雜話 我怎會關心你 何俊仁 除非我是學者 我要研究你某些事情 都幾可惡 但是他用普通話 是講回香港的問題 是 喂 喂 明基 是的 其實之後 阿 Celvin 拍了之後那一段片 是很 真是很過癮 因為 簡直是 令到何俊仁 真是禍幫而徒 其實我一留意 黃丹的發現 一直看著他笑 要是 我相信 最終認為何俊仁 這樣是 不代 是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不代 我想有兩件事 黃丹 你知道他的資訊很不全面 可能也拜他們 第二 第二就是 黃丹 他們一向在美國 甚至在台灣 這些 所謂的 追擊 滄聲 行動 是小兒科到哭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害怕 還要走到房間裡 大哥 即是 你意思是黃丹在看著整個過程 在笑 這樣嗎 是的 是不是 其實我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Celvin在 旭敏打 那裡 他拍了一條片 你留意一下 黃丹的反映 李翠人 就沒有了表情 是的 我看他黑黑的變 是的 是的 真的 看下去 看十次 笑十次 但是在香港那邊 我看到網友 你看這版本也知道 人們只是覺得興奮到不得了 看完片 簡直是有一種 要看幾次的 是的 我覺得是挺精彩的 所以大家 各位支持者 應該說不一定是我們的支持者 但是總之很反對 何醉人 或者民主黨 這個 出賣選民的人 做一下這些事情 都是沒有問題 其實呢 你說一說明記 說吧 其實最後他 現在輪到加東 加東網友 接力 跟我們 好好招呼他們 讓我們 又可以 過癮 是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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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明記 對了 先說了 卡夫卡打出來了 星期六 何俊仁會出現在多倫多 好像下午1點 不知道在什麼 market village 可能我這個訊息也不是很正式 如果卡夫卡有聽到 放上人網 那些forum 可能會有加東 其他支持這個議題的人 會一起聚集起來 給鐵頭可看 都挺好笑的 其實這樣不停在這裡罵他 他會不會醒覺 會不會回頭 其實我 老實說 我也很想知道他心裡的想法 是的 究竟他其實是覺得自己適合 你們這些人是神經病 還是其實他根本心裡很清楚知道 是非對錯 只不過他要硬頂上 是的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說他對不起 大家一起想想 未來十年怎麼搞好 這樣也好 但你又不停在這裡拼詞搞辯 又很明顯 就看到包床禍心 就是 希望自己 即使黨有誰都好 是上到那個超級區議員的位 是 那這件事 就是 你說他原來是一個很合理的人 那他就是一個很奸的 很合理的人 但我覺得這個真是 Edman KK說 全球追擊 真是天下圍攻 天下圍攻民主黨 去到這個美加東岸 都繼續要天下圍攻民主黨 我最初見到他那隻頭共鳥一出 我真的開心到 我覺得跟我們那次打鼓追擊 有一個很遙遠的呼應 有很遙遠的呼應 就是整隻鳥出來 我覺得都很好 是啊 所以你都呼籲 多人多的行人 如果都想用這些道具去招呼他 就可以上去那些forum那裡 那應該是羽羊可以幫到大家 不是的 那你在紐約那些朋友 都可能可以幫到加東的朋友 Doronto的朋友 已經有一隻頭共鳥的image 不是 我要將整套東西放上網 任人拿才行 簡簡單單 農美爾已經把多倫多招呼 這個法文議員時間表 放上去 大家可以看看 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天下圍攻何盡人 是真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要給大家知道 我很想知道 不過我不知道 可能他推議會選舉之後 又拿回很多票 又鬆無鬆逆 但是 我要給他一句 無論如何 民主黨的time is up 是啊 香港人不能夠再容忍你炸腦架在這裏做什麼 要你來做什麼 全世界都說要change 要改變 要年輕一點的上場 要新思維 要說這個城市的走向要開始轉 我還怎樣指望你 作為香港最大的一支民主旗 去帶領香港 無論在政制或民生或整個城市規劃上去走呢 當然沒有 老實說 我不說你投共這一筆 當然要說 投共這一筆 反對不拘捕這一筆 即是你很實事求是地看別的 純粹以你的caliber 以你的能力來說 你都不夠班 香港已經把你甩掉了 你已經幫不了人 歷史責任意義已經完結了 你已經沒有資格 再沒有這個能力 再沒有這個色見 去搶佔這個所謂民主運動 甚至一個香港 一個應有有水準的議員的水平 你都完全不夠 是時候要回家睡覺 所以這個是人力量 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最好 很感謝今晚有阿金說 這個是美東加東之爺 有明記又有家夫家打來 所以就非常開心 這個就是沒有城市論壇 城市再論壇的第一集 會繼續有四至五個星期 下星期小弟就不在了 就馬出來回來 後個禮拜就輪到我不在了 是啊 我們每個人一個禮拜 但是後個禮拜 是否你可以預告一下 應該是 因為我們請了自由黨青年 李成澤 自由黨青年團 是否這樣叫 不知道這樣叫 青年自由黨 之類的 那個頭 就是李梓敬 李梓敬 就是我們師弟來的 是啊 會上來做我們的嘉賓 希望跟他們有些交流 其實很多相關州很頂 好 那些白癡 是啊 其實那次可以有兩個 我看看能不能串連 你試試串連 因為他們都是青年團的頭 跟整個人民力量的頭 是有一個地位上的分歧的 所以可能就是兩個頭 對你一個頭 OK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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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講完 如果大家不要聽 就是在今天的音樂 是切碎音樂 是我選擇一個二十世紀 我喜歡的俄國組家 普羅哥菲夫 一首比較容易令人接受的 第一交響曲 古典 剛才播了第一和第二樂章 接下來就是播第三和第四樂章 很容易聽的 很容易接受的 希望大家喜歡 之後可以找普羅哥菲夫的其他音樂來聽聽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我見不到 星矢醫生會繼續見到你的 下個星期見了 拜拜